10. 做人必须领悟生活中面对各种艰辛与困苦磨难的意义 人生是一场灵修的旅程 是一个通过面对各种烦忧 困苦和艰辛的魔力 从而提升灵魂的过程 而当人生遭遇低谷时 它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也是一个远近的考验场 更是一个让人开启智慧 从而提升独暴的最佳福 在人生陷入低谷期间 生活会变得不顺利 收入会减少 充满着焦虑和破败的折磨 所有的努力都好像白费力气 你的亲人和爱人 甚至你自己也可能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这段时间是运势的低谷 要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做任何有关人生的重大决定或投资时 千万要谨慎 因为在逆境中 人往往在烦躁与入力情绪的影响下 容易犯下许多愚蠢的错误 而只有在逆境中 能够保持镇静 沉着不受外界干扰的人 才能展现出真正的智慧 因此要从逆境中转向顺境 就必须理解人生的低谷是心灵的疗异区 也是上天讨厌我们做人的信念 毅力 耐心 以及如何运用智慧去平衡得势的时刻 因此在静中失踪的时候 尽量浅荣入洞 自我反思 增值自己 整装待发 等待时机的到来 黑夜不会永远漫长 唯有熬过去 前方就是愚迷 只要你能够不受外界干扰 秉持着正面的信念 做到极致的理智 经过万箭穿心的魔力 熬过这段艰辛的时光 你就会体会什么是浴火重生 这些挑战是命运对你的考验 也是增加福报 从而提升灵魂的过程 所有大侧大物的人 都曾经历过这些魔力的考验 由于人生是一场通过面对各种 烦忧困苦和艰辛的魔力 从而开启智慧 提升灵魂的过程 所以人生往往 所以人生往往 知之八九的事情都难如所念 只有少数的事情能够达到半个心满意足的程度 因此人生中的成功是经历无数失败中的魔力堆积而成的结晶 所以在人生的旅途 经历各种艰辛和困苦磨砺的考验 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功课 既然无处可逃 就唯有从容的面对 既然没有净土 不如净心 既然十之八九的事情 往往都难以净如人意 就要懂得释怀